哈囉各位小財神今天過得還好嗎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要來做開箱啦 沒有問題喔 我們就是前一陣子呢 我拿到了兩張台北富邦銀行的信用卡 那在上禮拜直播裡面 其實有讓大家猜測了 但是大家都猜這張卡片 不過我那時候還沒拿到 所以都沒有人猜中 那沒有關係今天的影片呢 一樣就是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那來看看今天還要再講些什麼 其他的 好本日的重點呢 就是台北富邦銀行卡開箱給你看 第二的話呢 我們來走一下他的官網的權益優惠分析 第三的話呢 就是我們跟團好康呢 有什麼好康 這次有什麼玩法 再一次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2021年的大戶的優惠即將要公告了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們下禮拜會給你講 所以呢 簡單的來跟大家就是 做一個小小的劇透 但是不能講太多 好時間到 才能講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趕快來開始 我們第一個 part也就是 我們的JU卡要來開箱啦 好在這邊 其實都已經準備好了 只是說 大家 上個禮拜看了影片之後 到底有沒有開始去申辦 這不曉得啦 因為很多人 可能會覺得說 優惠權益就是延續就好 那優惠權益延續 有必要就是再 額外的去辦一張卡 那JU卡之前也有分享過 就是跟我們的 J卡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有這個 額外的公益的部分 好 那這個公益的部分的話 我先把這個 我的個資先貼一下 然後再給大家看 好 好 等一下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現在穿的衣服 又有點不太一樣 跟之前都不一樣 好來 這是那個 女版的 這個部分 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去申請的話 這張卡片你拿到 開封 這個開箱的部分 你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信封 這個所謂的 這應該是開卡函 那 接著就是還有一張 你的平面的卡面這樣子 那這平面的卡面 呃 卡片拿到的 一定要做開卡啦 開卡之後 在背面就是做個簽名 那它是一個平面卡的部分 它是亮模的 基本上的話 我覺得跟J卡的 那個 卡通卡面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也是亮面的 那亮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感覺上比較俗氣一點 好 沒有關係 再來看第二張 好 第二張的話呢 應該是屬於男版的 好 是這個 男生的部分 來 我把這個 序序拿掉 好 登登 好 拿出來了 我還是把它稍微貼一下 好 不要把各自外洩啦 這是麻煩啦 這是麻煩啦 OK 好了 看一下喔 現在的 打開 有沒有看到 這是屬於男版的部分 在這裡 然後也給大家 撕下來看一下 好 其實 背面的話 就差不多 因為背面基本上 就是 看一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背面有貼起來了 它背面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好 有沒有看到 對 那正面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 男生的 背面是一個 這個 另外一張是女生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當然還要再展示一下我們的這個 J卡 總共有 就是J卡家族目前已經有四張卡片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歡收集信用卡的 其實 呃 台北富豪銀行並沒有限制你辦卡的數量 所以你有需要的話你就辦下來 但是呢 如果你是 LinePoints點數回饋的這個 JPoints卡 請你也一樣 務必要把它綁進去 這個 所謂的 LinePay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夠 這個 他都要寫Points 就是你才能夠拿到這個點數的部分 那也才能夠減免年費啦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很在乎年費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我們 在下一個部分 開箱已經給你看完了 大概 一個禮拜左右你就可以拿到了 那事實上我禮拜一承辦 大概禮拜四 就已經有傳卷信用就好去拿了 所以基本上是三天 你就可以拿到這張卡片 那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這個官網的權益優惠分析啦 那官網的權益優惠分析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先登錄一下官網 這個還是要 我剛剛沒有登一下 我現在來登一下官網 然後讓大家看 他的這個官網其實做的還蠻漂亮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要來看 在哪兒 看一下喔 奇怪 怎麼沒看到呢 喔有了 在這裏 好 現在開給你們看一下喔 有了在這裏 這個的話呢 其實 JU傳愛 他這次主打的卡片優惠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J卡的優惠延續到2021年 2020年的6月30號 除此之外呢 你使用JU卡來做消費 他還會再提拨千分之一來做這個公益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他 非常非常 主打的部分 我也覺得這是很好的 我之前也有在文章裡面跟大家分析過 上一支影片也講過了 如果你年刷200萬的部分 千分之一的意思就是 台北負貿銀行還會再幫你捐 2000塊出去 那你如果是刷1000萬他就幫你捐多少 1萬 這個是 每一個 每一個正卡式卡人的 捐款上限為1萬塊錢 所以就是你要刷非常的多他都會幫你捐出去 但是我覺得 你在消費的同時也有人 就是用你的名字來幫你做 善事 我覺得這是好的 好 那這一次的話呢 他有一個特殊的畫家啦 我先介紹一下畫家好了 你點擊這個畫家介紹他就會講到說 這個 Yoshif 卡卡 他是 阿美族的藝術家 那目前旅居在 蘇格蘭的愛丁堡 但是呢他還是不斷的在做這個 所謂的原住民創作 所以他也是TEDX台北的 這個速度邀請的精英 那非常的 你也就是羨慕啦 我也是希望說 將來自己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有更大的 舞台可以發揮啊 之類的 那不是只是局限於在我們這個小小的這個 信用卡這邊啦 好 但是呢很多部分你都是 要持續的去努力才有可能達到的 好 那繼續往下 最新的優惠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新戶申請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這個 記得登錄啊 登錄完之後呢 就是刷2萬 可以拿到300塊的優惠券 我覺得這個門檻 有點高 好 那如果有其他的信用卡有一些新戶禮的部分 好就台北富邦我會建議你 可能先拿 其他信用卡的新戶禮之後再來加辦這張卡片 好但也不一定啦 就是如果你就是只想這張卡片 其實直接辦也可以 好 全額底用Klook全站的台灣商品 好那除此之外的話在這邊還有一個5%的活動 這個也要特別的解釋一下 因為 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這怎麼玩 那他的玩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這張卡片本來 半卡刷就有國內3%了 那額外的2%怎麼做呢 就是用LinePayMoney的部分 好 那來連結這個 台北富邦的數位 這個存款賬戶 數位賬戶的部分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 這個2%的加碼 2%的加碼就是拿來做繳 這個 台北富邦卡費的部分 所以這邊有寫到 使用LinePayMoney來繳交本人的賬單 而且 透過與連結的數位存款賬戶 成功的儲值一筆 就可以有繳費金額的2% 每個人上限400點 所以 你要在12月31號以前 趕快來解任務 因為目前好像 他有加滿5000卡的部分 目前好像還沒有滿 所以 這部分是你可以把握的 那最高就是有來到5%的回饋 非常響叮噹的這個所謂的 應該說是 宣傳 但是你能不能夠拿到不一定 因為之前 一開始是有一萬名的名額 然後他大概 走了一個月才走完 那現在剩下5000個名額 額外加碼的部分 可不可以拿到 不曉得 但是如果你要的話 就要趕快 申請數位賬戶 然後來處理 然後來綁定的部分 你才能夠拿到這些優惠 這是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J卡的百萬卡 J卡已經超過100萬了 不知道你身上有幾張J卡 我自己就有4張 那這個J卡的優惠的話 他有一個活動是 12月3號到12月18號 你看了這支影片 我們15號錄的 所以 大概在過每幾天 他就 活動就結束了 因為上一檔的這個活動已經結 就是 11月30號就結束了 那第二檔的部分到12月18號 刷888就有機會可以抽 獎 最高是送 8000多點來投給結束 有興趣的 可以來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張J卡有沒有一些有趣的優惠 我覺得大家比較想知道的是這個 所謂的首年免免費 這還是看一下 就是 綁定 LINE官方帳號 或者是 使用本行存款來扣繳付幫卡費 申請 這個 電子帳單 符合一下條件就好了 所以你不用三個都做 做一個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還是有一些日本辦手禮 但是因為現在不能出國 所以這個辦手禮的部分基本上是看得到 吃不到 所以就還好 放心出遊 原住民主題住宿10% 這個部分 蠻有趣的 但是大家有興趣可以先去SRU的APP 去看一看 然後還有 台東大陸灣集團 優惠 然後 這個 大酒店 7000塊錢 就是星空之旅三天兩夜 自住餐八折 然後 這個花園酒店銀河行館會館 都有這個所謂的1600塊起的折扣 那再來 3%回饋無上限應該是一開始就有的 這個 就不用多講了 這個已經講過了 然後富邦產選有3.3% 那 寶費有0.5 或者是這個其他海外地區有1% 這個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所以基本上他的優惠大概是這些 剛剛都已經看完了 差不多吧 OK好 除此之外的話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優惠你可以點這邊 然後他可能就會幫你跳出去 然後再帶你去看一些不同的優惠 對 有了 優惠卡 搭乘台灣大車隊有10%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要叫車但是你可信用卡刷卡回饋沒有那麼高的 其實你可以考慮用這張卡片 這個到12月31號為止 直接用優惠卡功能來做扣款 真的不錯 那還有就是 明年度的這個JCP10%的優惠其實已經公告了 我之前也有就是 在我的粉絲頁做介紹 好那麼如果你自己本身 喜歡就是每個月1號早上9點一起來搶的部分 也建議你要多 申請幾張這個所謂的 JCP精緻卡然後有優惠卡功能的 因為 現在明年度期一卡就只給50塊錢就一次自動加值而已 好所以你要多搶幾張你才能夠拿到優惠 那 至少我覺得這兩張卡片你可以辦 因為這兩張也都是有優惠卡功能的 那麼你辦下來之後 1月1號就可以開始搶了 好這都是符合規則的 好所以也提供大家參考 好 再來 日本藥鋪優惠卡也是10% 那如果你有搶到的話那就是20%回饋 還不錯 Coco Duker BJ優惠也是10%回饋 所以上面的這三個通路的10% 其實如果你是搭配明年度的 這個JCP10%你可以拿到的是20%回饋 這個蠻高的 再來 一卡通有2% 然後 富邦鋁評險3.3% 日本特電加碼10% 特電不能去 不要看 好 高額鋁評險 多少 應該還好吧 機場外圍停車現在 機場外圍停車不是之前講說 都已經就是倒逛逛了嗎 好就蠻有趣的 然後 國際機場結送優惠現在用不到 日元的換匯優惠 零貴換匯出示J卡獎優惠 這個遊戲 有 有 這個需要的可以參考一下 機場貴賓室不能去 OK 好 這都是J卡的優惠 所以基本上 他的優惠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綁定的部分的話呢 在這邊有 簡單的 這個圖示可以讓你看一下 然後 再來 J卡的兌換秘技 我覺得 基本上一點大於1元就是你可以拿來兌換的 很不錯 或者是拿來折抵現金也很好 所以 基本上 這個LinePromise點數算是非常的好用 你在101呀 成品生活 都可以用到 還不錯 這些是 蠻令人期待 數位通路momo 雅虎勤網購物中心也有了 etmo miphone都有 所以 這些優惠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 基本上算是蠻多元的 這個銀行他也算是蠻有型在經營這一塊 所以你自己本身 如果只是 單純的在挑一張卡片 想要無腦使用 那反而這張卡片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 他在 三大通路 台灣大車隊呀 COCO然後還有日本藥鋪 都是有10%回饋 那再加上JCP10% 你有搶到的話 你是拿到20%回饋 這是都蠻好的 除此之外的話其他東西你有需要的 你還可以自己去參考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回到我們的另外一個主題 這邊 來看一下 跟團的好康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也是很好奇說 到底本團有什麼好康 我在這邊也可以再重新簡單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 台北富邦J卡他自己有推出mgm活動 那最後一檔的mgm活動是走到12月31號 所以你看到這支影片 在這個時間點之前你還是可以上車 那我們上車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 新戶跟團就直接送你一杯咖啡 那也別忘了就是 拿到卡片之後 記得要來回報 回報完了 我會請我的正家小天使確認資格 沒有問題就會給你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還有就是 台北富邦銀行的 賬戶 並且來申請 奈米頭使用的部分 我會 再讓你有機會 大家一起來抽獎 我們來抽這個 iPhone 12 mini 那怎麼玩呢 就是如果你是新戶上車而且有就是 完成奈米頭的首次扣款 一次只要100美金就是3000塊台幣左右 完成這個任務你就有三次的加碼抽獎機會 那如果你是救護的話呢 本來就已經有J卡的 你加辦了 JU卡然後來參加活動 其實一樣也可以喔 你有一次加碼的抽獎機會 那麼本團很簡單 只要有新戶200人上車 救護300人上車 本團就會開啟抽獎 這羊毛主在揚身上吧 如果我這邊有收入的話 我就會再把他 舉辦活動回饋大家 也邀請大家就是一起來 參加活動 因為至少 新戶跟團 就已經送你一杯咖啡囉 這個是絕對不會吃虧的 就是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話 我們要再來聊一下就是 2021年的 大戶優惠的 我們即將要公告了 那你如果有來看我的 我看一下是什麼 Tele管嗎 不是Tele管 是 對我們的Tele管有 Tele管其實我也有放一張圖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都有在做最新的優惠 這公告在我們的Tele管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就是來追蹤我們 卡板幫的Tele管 你就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 那永豐大戶的這個 最新的權益優惠呢 會在2020年的 12月22號在官網公告 那麼 寶可夢這邊呢 會拿到全球首發 獨家的 在前一天 21號呢 也就是 下禮拜一 就是12月21號呢 我就會來進行公告了 屆時 所有的文章跟影片 都會把相關的權益 就是跟大家說明 那麼 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別忘了就是 一定要 準時來收看 那最新的消息 2021年 怎麼玩 本團有什麼加碼 其實我都設計好了 那 我是針對官方的 活動跟規則 來做 一檔 額外的活動 正假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我自己 自刀要包啦 這跟永豐一行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 有機會就是多多回饋給大家啦 所以基本上 是這個樣子 所以 如果你喜歡 今天這支影片 也喜歡 寶可夢的衣服又不一樣 這個 高人之店 沒有啦 那 你 非常歡迎你就是 趕快把這個 影片呢 就是分享出去 讓你身邊的親友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JU卡的開箱 除此之外呢 也別忘了按讚 留言分享 趕快該做的都做一做 讓更多人 來看到我們這個 這麼優質的頻道 然後介紹 這麼好的信用卡資訊 好不好 就是 一定要分享出去喔 不然都沒有人訂閱了 咕咕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